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2月20號 今天要帶大家來看這個 Magic The Gathering H2 Art 這就是魔法風雲會 魔法風雲會是一個很元老級的 紙牌遊戲 相信蠻多位玩家都大概聽過 這是他辦的一個 屈尼的畫展 那這畫展什麼意思呢 他是找 他是最新的系列叫做 神河遺草機 他就展覽時間很短的 我載從2月18號到2月24號 那他就是 為了打擊日本市場 找了很多日本的知名畫家 來畫他卡片上的插圖 所以特別 辦一個展覽來做宣傳 可以直接在電腦桌面上看 也可以用VIA中心來看 如果你是用 Kristen要來看的話 他會引導你去Kristen商城去下載 那你就直接往這邊看吧 如果你大概有人 我在了解魔法風雲會的話 這些圖片頭都有印象 我是從這一版 SH開始玩的 他就進台灣從第四代 第四版 應該是 那個中間 史真的非常的 那唱得 很老的 然後我是最後玩到這一款 神河 很降陸 這一款我就沒有再玩下去了 那這邊當然是一些 故事介紹 我們真的是進入大廳 他的大廳看起來就是 這就是 整個都擬紅燈 因為他編譽他叫做 尼曹姬 他這個名字取得也很妙 他就是一個 他就是一個融合了 原本人對 在日本的話 武將啊 忍者啊 武士啊 那樣的世界觀 有神靈 有鬼怪 的那個世界 再加上了賽博坎克 他說你會看到機器人 會有摩托車 這樣的一個 很妙的一個 一個世界觀 這邊大家看一下 這是參與的 參展的畫家 畫家好像是80級的樣子 當然是目前 最大看應該是 只有原則 就比較順全的 漫畫家 我們看一下 這次神惡記 他團併有很多突破 首先 當然他的美術風格 我們中交日系的 但請了很多 日本的漫畫家 有查啊 再來 他的地牌 我就不知道說 他地牌這隻做得非常漂亮 他這個 他地牌長這個樣子 看我都想去弄一組 主地牌來用 藍版的圖片 然後這很簡單的 把顏色調回去 好 這個 我真的覺得他很漂亮 上面還有龍在飛 主地牌這樣 好 那這隻地牌真的做得非常漂亮 很珍惜 再介紹一下 那個 神之亂 出生之亂 那這就是 這好像是前一代的故事 就是 當初我玩 玩到那個 神河 銀將路和 判將路 的劇情 然後他說 1200年後 的 世界 已經變成 跟賽博彈克的工作 那 但是他 走的這種 長條狀的 圖片 把卡片的讓安排 可是 當然他不可能把卡片 裁一半 把卡片設計成這樣 叫殺感 這種 類型叫殺感 然後用起來好像是 對於類似 博洛克的運動 沒有人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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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你講一下 那我要講 特別講一下 特別提一個畫家 這個 這不知道怎麼念 DOMOHO 這畫家 他的圖 好漂亮 他這邊會講說 他是用什麼樣的想法去 公視這張圖 這張圖 他 DOMOHO 這張也很漂亮 以前的卡片 只有上半部有插畫 現在 下面 我們只會把它 透明化 讓那個 下半身可以看到 原本的設計 很漂亮 後面還是選擇 圖這個 他說這支 美術風格 真的做得很好 那這些是 這邊走上去是一個 互動小遊戲 那 我就 保留下來 自己來玩玩看 下面會介紹一圈神明 他的咖明 我知道 日本的咖明就是 什麼 就是說 那個世界觀哪裡都有神 這邊我們快看一下人物 這個人物畫的好漂亮 那 我們在這主角之一有 流浪的帝 好像叫飄 飄平帝 飄平帝 流浪的皇帝 然後 這張是這位畫的石畫的 然後同樣叫 Wandering Impair 這裡有一張 Wandering Impair 那他是時間可以有畫的 那功能是 他的另一張完全一樣 可是 卡號 不一樣 概念不一樣 他怎麼回事 我是 不太懂的 叫密西 這樣也是密西 他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不是很明白 這張 你看土盤很可愛 然後 他的功能真的是 毀天滅地 超扯人 幫助 消滅所有的神器 消滅所有的生物 消滅所有的姐姐 消滅所有的墳場 這張圖 這張圖是怎麼 圖很可愛 可是修圖到不行 這個是 武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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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抽出功能 修圖到 往後面看 忍者 看我們 男主角 剛才女主角是那個 鵬瓶子 那這個就是男主角 他就是這位畫實畫的 我滿喜歡這畫風的耶 然後這邊有同一張齊瑞天賦 這張就是運澤夫畫的 所以很有被動神圈的風格 那運澤夫說他是他高中以來第一隻一個人把整張圖完全靠自己畫畫 還是還可以拍上手 因為好像是因為運澤夫是這裡面畫實裡面最大卡的 這裡有放一個他的 很特別就是狼牌的影片 特地放 沒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那 重點就是說這次的民術風格都很大的突破 然後他的 背景部實驗 像過去那麼長那麼複雜 把這個半熟的帶過去 這是有鬼怪的世界 好像 往後面去了 直接往後面衝 革新的部分指的是他不是單純的神靈和武士和忍者的世界 然後是之後限量版年後出現的東西 然後這是他們的土肉反派 然後這邊也是小型男蛋戈 然後這邊是動畫影片特別的展覽 這次的宣傳影片做得非常漂亮 他好像特地找一家什麼WIT 動畫公司去做的 那個情緒啊 那個劇情啊 都大略很粗略的帶得出來 然後比起以前 以前那種你知道 靠那個FATPEG裡面的一個小說 去理解劇情那一部 那這影片是可以在Youtube裡找到的 所以我這邊不帶各位看完他 那這比較特別是他就有這個動畫的設定稿 那整體來說還是記憶 如果你對魔法婚姻會有一個 印象人的概念 有個興趣的話 還是建議你自己下載回來自己看的話 對他的很淨圖 本來建議你自己下載下來看的 那今天影片大致要到這裡 那為什麼我發現他的操作 還有他的介面 其實他跟那個之前TGS 依然很像 就東京電文展的依然 真的很像 那大概可以理解到 應該是同一件第一次開發的 那今天影片到這裡 那就是魔法婚姻會神河如潮騎的美術展覽 它值得一看 真的值得一看 DR就是 你這個 我是用手帶來的動畫的出場 好的 今天影片到這裡 有什麼想問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 因為這個影片 這個展覽很快就結束了 掰掰